枪尖已经到了冷血的咽喉 冷血已刺出的剑忽然斜坯 斩在了枪尖上 枪尖所蕴含的力道 捣碎断剑 但也被震了一弯 枪尖灌入冷血右胸 鲜血尚未飙出 冷血又发出一剑 冷血手中已无剑 他怎么还能发剑呢 独孤威发现是已经迟了 冷血是以手作剑 掌中引然弹金乍现 闪电般的刺了出去 掌剑 当日冷血大败诸葛贤德的大师兄 用的就是这一式绝招 独孤威眼见一枪得手 正在大喜之时 掌剑已经切中了他的眼喉 刹那间 他的唾液眼泪粪便便全流了出来 响大声叫喊 却发现喉管干裂 发不出一个字 再同时间 独孤威便倒了下去 这边的铁手 却已身力其险 因为他破开独孤威一枪 但杜莲欧阳大司马荒坟已经纷纷扑过去 杜莲愤怒如狂脸 因为他的独门武器 独莲花已毁在了铁手的铁手里 司马荒坟愤愤至极 因为他的右手也毁在了铁手的裙下 欧阳大扑过去 但却不是扑向铁手 而是震动折扇来绝杀冷却 因为他的右肩正是给冷却一剑似的鲜血淋漓 独莲扑了过去 食指直插铁手面部 把疑犯铁手奔之入骨 铁手却只做了一件事 他把扎成一团的烂铁的独莲花扔了过去 独莲花中所有的饥黄皆已损坏 里面的暗器正不断地发出来 独莲一见自己的独门暗器飞过来 下意识里便伸手去接 不料暗器如雨向自己射了 纵退避的罐也中了几位 独莲脸色死灰痛痒难当 他自己对独莲花的暗器有多霸道 是心知肚明的 急忙撕开一斤无极解药 但是因独发全身抖个不停 动作更是困难 铁手正在追击 猛的人影一闪 司马黄坟左手持拨一拨盖下 铁手左臂手伤 只得工具右臂用力一格 只听嘣的一声 二人各退了三步 具备震的是热血翻腾 这电光火时间的一站之内 铁手以混毒莲花 虽司马黄坟一臂 震开霸王枪重创杜莲 但自己一臂也为司马黄坟所伤 功力是大大折扣 而那点 欧阳大则冲向了冷血 冷血与独孤威二人 本就相隔极近 只见独孤威乌腔抖现 冷血独孤威二人便缠斗作一团 致冷血断剑粉碎 欧阳大瞪时输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冷血已经死了 然而倒下去的却是独孤威 欧阳大一惊 阴阳神善平推而出 一股紫色的钢气直破冷血 冷血已然惊觉 疏然回头 但他所有的剑招中 无异招式可以破这股钢气 他只有把掌剑向紫气刺了过去 淡紫色的剑气 与淡紫色的钢气相碰互撞 冷血胸中的剑伤与枪伤一并发作 厚礼不济 大叫一声 口吐鲜血 昏爹当场 欧阳大大喜 猛前一步折扇一盒 直路冷血的百惠死穴 此时天色已经全黑 猛的电光斗闪乎于密布 倾盆大雨将下 也在同时间一道金光 直夺欧阳大的后心 欧阳大猛的惊觉 不急伤人半空三个翻身 凌然已落开了帐外 只听呼的一声 一柄长刀 已经没入了丧树干中 三帐外 有一丁铁黑色的轿子 轿子旁边 有一个枯瘦青蛆的老人 轿中飞刀的 当然就是无情了 而在轿中的老人 却正是 无刀搜 冷柳瓶 欧阳大倒抽了一口冷气 冷笑道 是你们 冷柳瓶身心一闪 樱花长空 引力欧阳大身边道 欧阳大 我们 这一句话本来是说 欧阳大 我们现在同一阵线的人 但是话还未说完 欧阳大折扇一张紫气大圣 阴阳身宫 已经撞向了冷柳瓶 这也怪不得 欧阳大不分青红皂白 因为事实上 冷柳瓶五间节奏追命 尚有铁手与冷血为他护驾 而今居然和无情一起回来 一回来就给了他一刀 救了冷血一命 而且还过来直呼他的性命 欧阳大只晓得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当下是全力示威 冷柳瓶不尊称他为谷主 乃是因他不想与无情为敌 却被迫无奈 见欧阳大等重拾故技 以多机少 心中十分不快 故此直呼其名 不料却惹动了 欧阳大的杀机 欧阳大一善即来 冷柳瓶始料不及 仓促间支出铁环 寒忙直辟欧阳大 欧阳大可不想同归一尽 紫气一转撞向了寒忙 寒忙被紫气一转之下 斜飞而出 多的就插入了一株丧木干上 再也没有回到冷柳瓶手中 照常也说 冷柳瓶寒忙 虽未必敌得过欧阳大的 阴阳神仙中的第二绝技 阴阳神功 但也不至于一招便丢了铁环 只因冷柳瓶仓促飞环 功力畏惧 故不及欧阳大全力而为的 阴阳神功 乃为其所迫 欧阳大一破飞环 阴阳神功大胜 再袭冷柳瓶 冷柳瓶急分身 长空拔起 欧阳大已贴身而至 冷柳瓶猛气了一口气 再生仗鱼 欧阳大龙腾而上 子气已破冷柳瓶的门烧 谁知冷柳瓶大喊了一声好 人在半空 一刀劈出 冷柳瓶铁团已实 手中无刀 那何来的刀芒呢 刀芒是来自于手中 比刀还丰锐 这正是手刀 也正是无刀一击的绝技 他的刀已练得与人合一的境界 正如御剑之术的最高技法 当年一刀千里莫三给给 就是瓷伏在无刀搜 冷柳瓶这一击之下的 冷柳瓶无刀一击一出 金芒大圣紫色冲破 阴阳神山的扇面破碎 阴阳神功自然也运不起来了 冷柳瓶飘然落地 不在追击 忽然无空一闪 欧阳大手中的折扇 扇虽已毁 数十根扇虎却蛮好 呼迅疾搭裤在一起 成一长链 长链射出 直刺向冷柳瓶的心窝 快得不可思议 电光一闪 雷声霹雳 冷柳瓶捂着心口 欲壶无声 口出鲜血 勉力指着欧阳平道 你 欧阳大冷笑道 这就是阴阳神山三种绝技之 最后一种 阴阳一线 说着手握链尾用力一扯 无链收回 鲜血雕出 狼柳瓶捂着心 一脸痛苦之色 缓缓倒地 狼柳瓶以无刀一击 大破阴阳神功 悬又被欧阳大乙 阴阳一线薄杀的当 无情也遇上了事 渡连重暗器后 好不容易才吞服了解药 伸手一摸 整个脸颊都浮肿了起来 心中是又急又恨 眼见铁手游自栗战司马荒坟 心中大怒 蒙浅身于后 意图夹击铁手 就在这时 电光一闪 独联马上看到 一黑色的轿子 拦住他的路 他心中一病 猛然想起 江湖上人们对这顶轿子的传说 可是他还没有吃过 这顶轿子的亏 所以他只是提高戒备 依然走了过去 输得他双足一点 直扑铁手 同时 轿中打出三点寒星 渡联猛一偏身 已扑向轿子 三点寒星落空 渡联足间在轿子杠木上一点 蜻蜓点水 已扑上轿顶 正向一掌击下 那轿顶确实打开的 可是渡联身影裁线 数十枚飞黄石 已射了出来 渡联心中暗轿不好 要翻身 斜飞杖外 猛的一白衣人影 长身而出 右手一阵 一道白光飞射而来 破空而至 渡联心中一礼 知道此人 便是四大民主之首 吴琴 渡联足间一挑 挑起霸王枪 横枪一格 这一管杖二长的霸王枪 乃金刚著成 自然犀利 那白刃当的一声 就打在枪杆上 白刃是挟飞而出 弹入一桑树干内 直墨至闭 渡联虎口发麻 长枪也脱手而下 此时倾盆大雨 逆接而下 周遭传来了 铁手与司马荒坟的 喊沙声 即冷柳平和欧阳大 高来低去 无声之拼斗 渡联心容大怯 电光惊空 猛见地上有一钢膊 这钢膊本来共有两面 原本是司马荒坟的武器 但是他右臂已被铁手打碎 一波也落了下来 渡联心容一动 他一个翻身 起来时 一抄起童伯 往轿前冲去 大雨即下 渡联衣衫皆失 但童伯却把他身上的要害都护住 轿中又朵朵两道金光 灯灯地打在童伯上 被击飞了出去 渡联衣衝进轿前 脚子又嗖嗖的两道小剑 射向渡联 也给童伯 叮叮地割落地上 渡联身前更狂 脚中呼呼呼三声 三粒铁胆 专取上弓下三路 渡联听声不好 双脚腾空 两粒铁胆 闲闲打过 而头上一紧 原来发迹露在童伯之外 给一粒铁胆打散了 这一下 只差一发 渡联是惊魂俯定 横空而起 脖在身前 连人带脖 直撞向轿子 这一下 他是全身藏在脖后 轿子中的暗器纵然再强 也奈何不了他的脖 渡联快如闪电 脖已顶中轿子 轿轰然反倒 渡联心中大喜 急风抖起 霍了一声 一柄一尺一寸长的白刃 自背后而没 前胸出 渡联呆住了一阵 缓缓一回身 这件黑夜里 大雨中 无情就盘坐在他身后 冷冷地瞧着他 渡联这一刹那 想起了很多事 也明白了 自己是何以致命的 他之所以致命 那因为中了无情飞刀 他之所以中无情飞刀 乃因不知无情在其身后 他之所以不知无情在身后 乃因铜箔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用铜箔护身 是因为全副精神 都用在对付那轿子上 但他本来要对付的 不是轿子 而是无情 所以 他只有死 渡联缓缓缓地倒下去 无情双手往地上一按 正想回到脚去 不见身影一长 一人也拦在脚前 无情冷然道 你杀了冷流瓶 欧阳大垂脱着无脸道 你也杀了渡联 无情沉默了一下 抬手 雨水流遍了他的脸 你知道 冷流瓶在死前 和我已经是朋友了 欧阳大淡淡一笑 我知道 所以 我才要杀他 无情静静地说 所以 我为他报仇 欧阳大目光转向 地上浮尸的杜莲湖说 你可知道 他是我什么人 无情没有作声 欧阳大继续说 去年 他为我生了个孩子 无情的目光闪过一丝悲逆 悬又回复平静 一种极其冷酷的平静 欧阳大仰望于天说 所以 不管你武功有多高 我也要为他报仇 无情的 你可知 我若离教 放手于冷里平一战 可有多少胜算 哈哈哈哈 你说 六成 很好 但是 你却杀了他 哈哈 你不用担心 我对你 也只有五成胜算 而我现在 就要与你一战 欧阳大仰天长笑 哈哈哈哈 可是不管如何 你是绝不可能 有机会回到轿子里去了 巨语声中 传来阵阵的私贺 那边的铁手与司马荒坟 已拼出了真火 到了玉石巨坟的阶段 司马荒坟与冷血的武功 可说是功力相当 冷血工人美在咽喉 而司马荒坟的三丈连空索喉指 也专取咽喉 可是总括来说 追命的武功 要比冷血来得高一些 而铁手的武功 又要比追命高一些 铁手一开始因 连战司马荒坟 杜连独孤威三人 所以精力大号 后来又因新分二用 继伤杜连 而被司马荒坟同伯取得先机 要不是他还有一只铁壁可用 根本无法挡得住 司马荒坟的一文其空 司马荒坟一旦站得先手 铁手就极难挽救的过来 因为他们二人功力 本就相距不远 可是三十招后 铁手扔不倒 局势就有了显然的转机 铁手的肩部 琵琶鼓给司马荒坟捏得重创 但司马荒坟也给铁手 击碎了一只手臂 铁手伤的是左手 司马荒坟和平常人一样 总是右手较为灵命 何况他擅使双脖 双脖本就是要右左配合的兵器 一旦少了一只手 一旦少了一只手就使得大不如意了 铁手喘开了一口气 便全力反攻 铁手勒在铜箔上 发出震天的响 八十招后 铁手与司马荒坟已打成平手 一百招后 铁手已战上方 这点司马荒坟自然清楚得很 心头大击 无奈下风已陷 他与败走 但铁手的铁拳 却把他的退路给封死了 一百三十招后 司马荒坟亦是败记毕露 显向还生 司马荒坟情之久战下去 遭殃的必定是自己 忽然大喝一声 铜箔站出 司马荒坟正出的铜箔飞斩而去 虽不仅能柳平的迅疾犀利 不仅莫三给给飞刀的歹毒灵力 却因铜箔体积大 所夹的声势更是催人心脱 铁手不敢怠慢 反手与权力相接 猛见司马荒坟 拇指二指 凌空一扣 竟尸出了三丈凌空锁喉齿 指锋指锋向自己的咽喉 铁手闪必无疾 只好招架 但是招架 铜箔就隔不住指锋 隔得住指锋 就架不住铜箔的炫皮 三丈凌空锁喉齿 是有名的断喉碎骨一招致命 而司马荒坟 手中铜箔向不易脱手 枕一致已是拼命招式 铁手却宁愿应接铜箔 也不愿应安一计 三丈凌空锁喉齿 铁手是不退本进 向前猛然冲去 最久收索的ata判 首脣 зал集败